這次是長子關節的問題 我們可以用GDI解決 所以我們會先量一下 這個比較難度會比較高 我們邊做邊講 我們先剪一道下來 我們先剪一道下來 然後接著我們先量一下 再剪中間整個剪開 我們第一次用到那麼細的 這要細 好長條形 好我們的第一道 我們從手腕的這個位置 做我的毛點 手腕這個位置 大拇指根部 然後呢 稍微輕輕的 手抬起來 比個站 手張開 手張開比站 對很好 對好 然後呢 我們往這方向繞過來 老師你過程有拉近嗎 沒有 沒有 就順著走 繞上來 好 接著 這個方向 抬起來 反向過來 所以我們把整個關節包覆住 OK 好來 動動看 有沒有支撐保護的感覺 欸 我只是看過 我只是看過 很重的嗎 他會不固定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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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站 這樣站 沒有這就是把這個 長子關節固定住 因為他活動度很大的時候 才會發音 所以現在就是這樣子 等一下去滑手機 你就知道有些感覺 對